这部,黄晓宁先生的明星火锅店,相信各位粉丝和吃货朋友们,也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了解了。 在百忙之余,我们的黄先生还是这样忙碌着,开始他的火锅店小事业。 除了他之外,很多明星也有自己的火锅店,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的火锅情有独钟。 比如陈鹤的鞋盒庄火锅店,薛芝切的上上前火锅店,还有黄磊和孟非和开开的黄良依孟,这个名字罢气啊,他们的生意都做的,还算是有声有色吧。 但我们今天说说来说说黄先生的火锅店,他的火锅店到底是怎么了呢? 小编在此想告诉大家,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名气就能使火锅经久不删哦。 黄晓明的火锅店的问题,一是来自于菜纳的价格,导致很多食客根本无法消费其。 多数人表示价格高的离谱,别说吃了,光一看价格就一心情全无。 针对这个问题,广大消费者是吐槽不已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黄晓明的火锅店催出了三人套餐,这个套餐才88元,算下来人均也才20多元。 相当于打了四折,但是一段时间过后,他店里的生意还是没有起色,这也让他大为困惑。 看来,这第一印象,害了黄先生了。 其实,价格高的,不仅是黄晓明一家火锅店,2017年,黄磊,梦菲和开的黄梁一梦火锅店,就被爆出价格高的惊人。 据说,一盘毛肚就要加198元,这哪里是百姓吃的餐馆啊,明显是吐槽饭店。 可能以明星们的消费水准,在他们看来这很正常吧,但广大消费者是真心吐不住啊。 另外,不仅仅是在价格方面,黄晓明的火锅店的总体服务满意度也是值得商榷的,去过消费者很多的评价都不太好,普遍反映店内服务员的态度比较差,主动性不强,服务态度不够热情等等。 例如上课菜都要让顾客吹好几遍,就连要一杯水还要顾客自己去导服务员,也是要喊好几遍才会出现等等。 有人瞧看到,火锅店和明星的价值一样大,看来是有一船精英啊,顾客就是上帝,其实无论是何种任务,何种身份去经营,都应该以顾客的需求为首要标准,只有这样生意才会有起色。 无论是从价格上还是从服务态度方面,都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去考虑,相信黄晓宁先生也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,以后也能把自己的火。